Hello大家好,这是钟钟 今天官方论坛是放出来了新的公兵亚树巴尼拔的技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整个它技能的具体描述 以及来预测一下比较好用的统帅搭配的组合 亚树巴尼拔的形象以及天赋之前是已经在官方论坛上放出来过了 这边是公兵工程和技能 亚树巴尼拔这个名字比较长 为了方便的话,接下来我就简称它叫亚树了 首先先来看一技能 一技能是一个1500系数的AOE 扇形前方范围5个目标 然后有15%的AOE递减 同时会对当前目标再造成一个额外1000的伤害系数 这个技能其实就跟尼布贾尼萨的一技能非常像 尼布贾尼萨的话是一个前方扇形部队5支部队1500系数的AOE 然后再加上一个额外伤害500 而这个统帅是1500的AOE系数 加上一个1000系数的单体伤害 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我觉得亚树基本上就是一个尼布2.0 整个所有技能加起都非常像 一技能的话完全就是一个直接照搬过来 甚至AOE系数都没变 只是稍微加强了一下这个单体的系数 然后再看二技能 二技能的话它是一个攻兵的三维 加的是攻击力和防御力各20% 以及15%的移动速度 这个技能的话也跟尼布非常像 可以看尼布的二技能是防御力30% 然后行军速度15% 然后亚树的三技能是提高技能伤害20% 以及在进攻城市和巨检时 会对目标部队造成一个普通伤害20%降低的debuff 这边的话主要就是来针对新出的戈尔果了 因为戈尔果是一个普通攻击伤害的驻防统帅 目前的话基本上没有特别好的克制方法 但亚树三技能呢 明显是会对这个普通攻击伤害造成一定的克制 然后再来看亚树的四技能 亚树四技能是受到所有普通伤害降低15% 同样是克制一下普通攻击伤害 以及另外一个效果是发起集结进攻时 造成直接伤害 有50%的概率 使自身部队接下来10秒内造成技能伤害 提高10% 可以叠10层 最高的话也就是30%的技能伤害 虽然这个效果可以看有50%的概率才会触发 但是这个触发效果是没有内置CD的 再说一下这个触发条件直接伤害包括什么 直接伤害的话是包括主动技能以及额外伤害 比如说亚树的主动技能 一个直接伤害1500 再加上一个额外伤害1000 这里呢其实就是可以判定两次 每次50%可以叠一层 所以说如果亚树配合多段技能伤害的话 这个层数是可以叠得非常快的 这个技能伤害如果分段越多的话 它触发的层数就叠得越快 那首先结合三四技能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来说一下 亚树作为集结统帅 打棋子或者打据点的时候 可以有着最好20%加上30% 50%的技能伤害提升 同时通过减易普通攻击20% 以及受到普通攻击伤害降低15% 也就是释放技能之后 最高可以获得35%的普通伤害减免 这边的话是包括普通物理攻击 白字短击伤害以及重击伤害 那在亚树集结面前的话 这个戈尔果的助防明显是被削弱的非常多 最后我们再来看亚树的绝颈技 全知全能 这个技能就非常有意思了 在部队释放主动技能之后 会在接下来的四秒内 获得一个随机的buff 这个buff包括30%的攻击力 生命值或者防御力 或者是一个20%的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又或者是一个20%的技能伤害提升 那这里写的释放主动技能 一般就是包括主将的主动技能 以及副将的主动技能 因为游戏机制 主将示范往主动技能之后 两秒之后才会有副将的技能释放 也就是说先是主将释放技能 获得随机一个buff 两秒之后副将释放主动技能 会在这个5个里面再选一个 如果选到同样的 应该就是会延长持续时间 刷新一个4秒的buff 如果选到的是一个不同的buff的话 应该是会叠加上去 如果主副将释放技能之后 抽到是同一个buff的话 我觉得是不应该会叠加的 因为这个数值太离谱了 应该只是会刷新持续时间 那这5个里面呢 我们看生命值30%肯定是非常强的 技能伤害20%也不差 在目前来看亚述主要是靠技能伤害 所以普通伤害提升20% 对亚述的提升并不是特别高 其次呢是防御力30% 由于现在大家攻击力都非常高啊 30%攻击力的提升 相比另外两个数值的话 就没有那么香了 OK那看完亚述的技能呢 我们再简单聊一下亚述的集结 或者野战的搭配 首先集结呢 亚述搭上新出的哈尔曼P 效果是会非常不错的 首先亚述主要是靠技能伤害 而哈尔曼P的话 是有一个技能伤害提升的叠毒效果 会进一步提升整个组合的技能伤害 二是由于亚述的4技能 是由直接伤害触发叠层的 除了亚述自己的1技能可以触发之外呢 哈尔曼的1技能4技能已经绝醒剂 也是可以非常好的触发这一个效果的 其中4技能的话 就是一个10%的魔奖 然后绝景技的话 就是每放25成毒 可以再放一次主动技能 这些都可以作为亚述4技能的触发条件 从而让这个成数可以叠得更快 同样类似 亚述作为集结呢 可以直接跟诸葛亮作为一个组合 首先是诸葛亮有一个高伤圆形AOE 还有一个减伤debuff 同时诸葛亮的2技能以及4技能 都是可以触发一个直接伤害 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亚述的跌伤效果 同时诸葛亮自带一个技能伤害提升20% 以及30%的弓兵生命提升 在提升亚述三维的同时呢 同样也非常契合亚述 依赖技能伤害的这个定位 然后野战搭配组合呢 基本上新出的亚述是可以作为尼布2.0 来替代任何之前尼布可以做的组合 比如说诸葛亮尼布 或者是布迪卡尼布 现在呢就可以用诸葛亮 搭亚述或者是布迪卡搭亚述 如果大家会去出哈尔曼P的话 可以用哈尔曼P搭配诸葛亮 以及布迪卡搭亚述 这两队的话 目前看就是最强的两队弓了 OK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对于亚述技能的一个总览 加上我认为 有了亚述和哈尔曼P之后 一些比较常见的弓兵搭配组合 那具体实战效果如何呢 我们到时候KVK野战的时候 还要再去测试一下 OK那么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所以中中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